小女孩的父母送给她一个玩具屋 可没想到里面竟然闹鬼了 因为女孩不经意发现玩具屋里的人偶会自己移动 甚至还会变换表情 整个玩具从里到外都透露着莫名的诡异 而女孩的父母对这一切毫不知情 玩具屋里住着一家三口和一只狗子 这天女孩发现原本在床上睡觉的夫妻居然自己坐了起来 脸上还露出疑惑的表情 最开始女孩怀疑可能是自己记错了也没有当回事 然后就被父母叫去吃饭 结果吃完饭跑上去再一看 玩偶果然又移动了位置 夫妻俩站在楼梯上惊恐的看向客厅 狗子也对着客厅桌子似乎是在狂吠 女孩顺着那个方向看去 竟然看到客厅地上出现了一颗断头 伸手触碰还真的沾上了鲜红的血液 玩具屋里本来没有这颗头颅的 这下女孩可以确定屋子里闹鬼了 女孩关上门假装离开 想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再次打开时果然又发生了变化 玩偶夫妻已经到了楼梯的最下层 狗子也被赶出家门 孩子藏在墙角在躲避着什么 而那颗血淋漓的人头已经转移到了沙发上 再看向楼梯时 夫妻俩居然消失了 小女孩在玩具屋附近环绕一周 试图找到里面消失的人偶夫妻 可是什么也没有发现 再向离看去 那颗灵异的血人头出现在夫妻俩的床上 女孩着实被吓到了 看来玩具屋里不仅闹鬼 而且阿飘还想霸占那一家三口的房子 为了不让他们受到伤害 第二天女孩来到玩具店买了一个人偶警察 放进玩具屋来保护一家人的安全 在吃饭时女孩心里默默祷告 希望警察可以消灭鬼头 让玩具屋恢复安宁 等女孩再次上来查看时 一家三口和狗子都站在楼梯口 目不转睛地看向阁楼 而此时的警察举着枪对着阁楼的一堆杂物 好像里面有什么诡异的东西 这时女孩的爸爸突然出现 催促着女孩赶紧睡觉 女孩假装应付完爸爸以后 就立刻举着手电又来到玩具屋前 没想到短短一分钟 警察就已经被杀死了 还被拧断了头 一家三口陷入极度惊恐 女孩恶狠狠地警告着里面的阿飘 如果再敢作妖 就一把火把它烧掉 说完以后 自己就被吓得钻进了被窝 小女孩为了给闹鬼的玩具屋驱魔 来到玩具店又买了一个人偶法师 放了进去 就在法师做法时 小女孩的手电突然开始不停地闪烁 等她调整好再朝里看去 连法师都没能逃过鬼头的魔爪 解决了法师 鬼头又出现在了一家三口的身后 小女孩吓得发出了一声尖叫跑开了 因为只要她不看 里面的玩具就不会动 在妈妈的安慰下 女孩逐渐回过神来 壮着胆子再次走向玩具屋 这一次里面的夫妻也被残忍杀害 而夫妻俩的儿子 居然被那只鬼头附身了 女孩愤怒地掰掉 鬼头扔在地上 她想到那个鬼头是如何一步一步 霸占了整个玩具屋 现在却把它拿了出来扔在自己家里 那么所有恐怖的事情 可能将会发生在自己和家人身上 于是女孩开始仔细翻找扔在地上的鬼头 先该床单一看 那鬼头竟然按照现实比例放大了无数倍 她赶紧捡起鬼头塞毁了鬼屋 就立马恢复了本来的大小 为了不让玩具屋再发生任何变化 女孩睁着眼睛盯了一夜 等天一亮果断忍痛割爱卖掉了玩具 也许这样做能让她和她的家人 避免一场不堪设想的恐怖灾难 可是这个诡异的玩具屋 接下来不知又会卖到谁的手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